Hello 好多天不见了 我出院了不是来住院 多天不见我都已经出院了 现在身体 稍微的好威胁 这些病 你丢不掉了 只能说 保守治疗 让它好一些 现在 这个期间又不好拍视频 又不好 回去先 有没有认识的 一颗叫 鸡血疼 一颗叫痛风疼 你看一下有多大 都说9变成1 那的确是我现在就是在 学习咱们博荡健身的 中药 中医 自己医自己 我得自己给自己配药房 这两颗药你看多大 一颗叫 这边这颗叫痛风疼 这边这颗是鸡血疼 好大都是百年 这种最少上百年了才能长这么大 还有这么大的通风疼也是很少见有这么大的 最少一百多年甚至两百年都有 它这个可以吹通气的 从这里吹然后气从这里出出来 嗯还有很多这种胶质 看一下这种 沾沾这个 这是我治疗我腰部的其中两味药 不过这两味药已经是很厉害了 都是上百年以上的这种 先把它洗一遍然后拿去加工 把这两颗都刷干净 然后再晾干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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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洗好了 哇 这菊花糖不能泡水 它要里面有空洞 哇 可以了 这里洗好了 洗好了 好香啊 这个味道 很清香 我喜欢这个味道 菊叶糖 还没有它的味道香 这个味道特香 很大 不知道 有没有哪位家人见过这么大 这么大一根的这个曲风糖 数百年可能都把它说年轻的 真的 把它它出来的这个胶子是一丝一丝的 是一丝一丝的 从这个缝隙里面出来 真的认证了一句话叫做酒变成一 自己需要什么样的药 吃什么样的药好 好感觉对自己那个的情况有好转 有缓解 自己的知道哪样药好 是吧 它不是说一味药能治百种变 这同样的变在每个人的身上 都不一样的 所以咱们的中药呢 这是这样的 自己一次自己最好 然后跟我老爸学一下 他还是老中医嘛 再跟其他的那些老中医讨教一下 然后把这个药方配下出来 看一下阿欢医好了 把自己医好了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也有跟阿欢得了这种富贵病 咱又没有富贵病的人 咱们就只能自己一日子 住院住不起 一住就得大好几千人的人 我还是赶紧出院 虽然有报销 但报销过后的 还是要花一部分的钱是吧 咱们能省就省 而且我们自己买的这些药 比它那些药还要好 真的 这个我买的这两颗 真的很好 我找了三个地方才找到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阿欢这段时间 因为在住院 我调理身体 没有办法拍视频 感谢大家的关心 谢谢大家的支持 看一下我吃这个药 期待 在接下来 我会去慢慢 把这个药方的药给它配起 还差好几味中药 因为我不想去药店去采 药店里面的大多都是种植的 我要用这种大自然的 山上面的 然后慢慢的找把它给配好了 看一下阿欢吃了之后 效果一会 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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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